感谢大家今天Leading Coast Cup 今天的讲者为王委任 网路上官用ID为Wayden 连续12年成功获选Microsoft MVP 和 VMware Expert的技术专家 并长期担任网管人杂志技术专栏作家 我们欢迎 谢谢大家 菲利普已经介绍得很完整了 我们可以直接结束了 如果上一场有听的朋友 很高兴也很感谢大家来听 因为 不好意思 因为我知道大家通常都是 建议者比较多 我刚好是Leading Coast 我是Infa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不是Infa的朋友 也没有问题 就是我提供一些 我个人在职业上的一些想法 还有抉择 有可能有错 那可能也有对 可以让你参考一下 但是因为有一些Tern 是我跟我Infa有关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对你来说 比较陌生 那就比较抱歉 不过没有问题 反正其实思考都是一样的 大概是这样 那我这一份简报 也是用AI做的 叫Gamma 你就打那个Gamma就好 G-A-M-M-M-A 它就是那个 也是生成式的AI的简报 有兴趣的话 那我这个会把它放在 我的个人部落格上面 就是那个Viden.org上面 上面会把它放上去 如果有兴趣的人 可以再参考一下 那用这个做很方便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有所谓的SPA-LINE 你如果做过简报就知道 你简报要做成SPA-LINE 也不好做 那它还有很多功能 其实也蛮方便 那一样 我这个图也是 我在建这个TOPIC的时候 它帮我抓的 当然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去修改 而且你可以限制它说 你找的这个图是可以free to use的 或者是non-commercial的 这个都是可以的 省去你找图的方便 这样子 但一样 你要下Pump 现在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语言 就是英文 因为你要会下Pump 每下到标准的Pump 就比较麻烦 这样子 好 那免责声明 使用前要想一个公开说明书 当然这是搞笑 我想要讲的就是 等一下我后面讲的经验呢 因为大家成长的环境不一样 你我所处的时代不同 因为到红白机 如果各位比较年轻的 可能都没有玩过 卡带要拿起来吹 你知道吗 这可能不知道 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像我们这种老人 可能就比较知道 菲利普一定知道 因为我们差不多是同辈的 还有 我们的心态其实不会一样 因为你跟我的成长环境不同 你遇到人事物不同 所以你跟我的心态 一定不会一样 那我其实也是慢慢调整 那当然有幸就是遇到一些 好朋友跟贵人的提点 好 那 新手尊开始 我是一个普通的二专的毕业生而已 我当时是电机系毕业的 我学习的是所谓的轨道教育 就是轻轨啊 高铁啊那些等等 但是因为呢 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呢 我不是毕业 我不是退伍后才去念的 所以我念完之后呢 即便退伍我想要回去找学校老师也没有用 因为呢 人事全非了 好吗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要干嘛 我为什么去当油漆工呢 因为我的姐夫是做油漆的 我就想说那我应该有一个一技之长 那我先学着他做油漆 因为我觉得他做油漆还蛮厉害的 那但是做了三个月之后呢 我发现我自己不适合 我姐夫也发现我不适合 他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思考一下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这样子 那有些事情你没有去做 这边有一个特别 就是有些事情你没有去做的时候 你只看表面 你会觉得好像很美好 但是你要做了之后 你才会知道你适合不适合 大概是这样子 那重新思考之后呢 我就参加网工班 什么时候网工班 我那个时代 没有智慧手机可以查 我是怎么参加网工班的 为什么用这张图 我真的是看报纸的 那个时候找工作也是看报纸的 那我是找了之后看报纸 因为一个刚退伍的人 其实也没有什么钱 那去参加 如果大家知道所谓的资设会 这个是很昂贵的 我也付不起 后来我去找了一个 就是政府当时有开办 他有补助一些学费 然后就是当时的三万块 然后上六个月 那我只能说好 也只能说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一般的 节训的人有五十个人 连我在内投入这一行的 只有四位 连我 其他人在干嘛 他们那时候有所谓的 失业补助 课堂上就打电动而已 认真要转这一行的 大概连我投入这个行业 就四个人而已 后来听说一两年之后 只剩我还有从事这个行业 其他人也都没有从事 IT的行业 所以这个就看个人 好的 那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只做了七个月 然后呢 我等一下会写我的每一份工作 我到目前为止 现在的工作是第十份工作 大概做了二十年左右 我的职雅二十年 所以呢 平均你可以知道 我的职雅大概就是一两年 我就会换一次 我的职雅大概目前最久 就是这一份工作 快要五年 最短的呢 十五天 那一样 所以我为什么免责声明呢 给大家参考 这不是好的示范 但是我会讲 我每一段的经历 大概有哪一些 我去思考什么事情 好 那网工班决心之后 我就顺利找到第一份工作 那大家可以知道 我的学经历也都不怎么样 所以当然第一份起行是很低的 那但是在这一个工作中 我学习到所谓的网路设备 Louter Switch 还有Server的这些东西 当时呢 Compact还有True Server 可能大家现在都没有听过 因为他已经被HP merge 大概是这样 那当时呢 也考取了人生中 第一个证照 大概是这样 台湾人考证照都很厉害 因为我们都有考古题 然后那个证照考了很多张 十几张 贴成乳胃摊 之前那个广告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一个IT的人员 他觉得IT他很痛恨 然后呢 他去开乳胃摊 然后他的诉求是什么 他就在乳胃摊 四周贴满 他考的十几张证照 这样子 然后他觉得现在做 卖乳胃很快乐 但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后续 对不对 因为这个人我认识 后续是怎么样 他开了乳胃摊一年多之后 他又回去做IT了 那大家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回来做IT 当然好朋友会这样聊 其实在场的朋友 如果你有做过吃的 你就知道 做吃的 尤其在台湾是很辛苦的 你要便宜 你要微笑 你速度要快 重点还好吃 就像台风一样 你要够强 可以达到放假标准 但是不要对台湾造成伤害 同时水库要进水 是吗 所以这个是有难度的 好吗 所以后面新闻没有报道 其实他工作了一年多之后 他又回到IT了 大概是这样子 好 但是我在这份工作 七个月后离职 当时我也觉得蛮傻的 不过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离职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跟里面的前辈比较好 他大概在公司待了五年 那关系比较好之后 我就问他说 前辈你薪水多少钱 那我不知道他跟我讲的是真来假的 搞不好他是想把我逼走 也有可能 我发现他的薪水只逼我多三千块而已 这个时候呢 我就回去思考之后 我就提离职 没有啦 我是有先找工作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第二份工作 为什么切成两半 因为有两段的部分 等会再跟大家说明 那在这个工作里面 蛮有幸的 去遇到这个BSD commuter 叫Clive 然后呢 我就开始学习 FreeBSD的东西 如果你看我的博物 上面应该也有几百篇 FreeBSD的文章 就是当时遇到他 那他是我当时学习的 所谓的role model 那我也很建议大家 如果你觉得 有一个人 是值得你去学习他的 不管是技术 或是为人处事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你的role model 往这边去前进 之前有看到一句话 就是 崇拜大师 追随大师 最后你就成为大师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我在这个工作里面 蛮特别 当时我们就有做 所谓的 streaming的 music 你在各大商店 听到的那些音乐 其实串流音乐当初 我有尽到一份心力 这样 虽然很久了 大概是这样子 那薪水是可以弹出来的 我在这一个工作里面 第一次是享受到这个部分 就刚才提到的 我第一份工作七个月之后 我其实有尝试开始去找工作 找到这一份 我薪资是增长23% 那后来之后 做了一年九个月之后呢 就是这边一个topic 想要带给大家 就是如果你觉得 你现在的薪水 公司付给你的薪水 你觉得是不够高的 不符合 假设你现在拿三万 你觉得我值五万 那我的想法 跟我的建议就是 你就出去找 你出去找 如果一家打枪 那他们不懂 你是一个 他们不是薄了 不了解你这个千里 三家打枪 五家打枪 都不认识 但是如果十家打枪 那就是你的问题 你就好好待着 好吗 好好待着 把你的技能精进 等到市场觉得 你适合那个钱的时候 那就代表你适合那个钱 你就大可以离开 我当时给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 我自己觉得我薪水 值得变高 我就去外面找 有公司肯用我希望的薪水 给我这个价格 那就代表我值得 那为什么我第二份的 这个31%怎么来 就是呢 当时我已经找到 另外一份工作 然后呢 offer也拿到了 也谈好薪资 就是比现在多31% 那当时公司刚好新来的 一个主管 那我就跟他提离职 他就说你可不可以 不要走吗 然后因为我们公司 全部的所有服务 我都用Feedbase D 把它做好了 不管是authentication Val VPN 连Firewall 那些等等 我都用Feedbase D 做好 这样子 我就跟他说 你在市场上 不会找不到这种人 但是呢 一定比我还贵 大概是这样子 那当时就留下 他就说 那我给你新工作的薪水 你愿意留下来吗 好那时候留 但是也没留太久 就留两年而已 就又离开了 好下一段 那在这段工作里面 我开始学习到什么事情 就是我发现呢 要对抗遗忘曲线 这件事情太难了 因为你的事情 不光是工作的事情 你还有生活的事情 很多其他琐碎的事情 所以呢 我之前还蛮痛恨的 就是 我之前问过前辈 他跟我说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过 那怎么解决 我忘了 那我觉得 那你不是在 讲叉叉话吗 你正在耍我吗 但是我自己这样子之后 我发现 真的 我真的忘记了 因为 参考了很多篇文章 然后我把它兜起来之后 我做好一个服务 我太高兴了 结果呢 一个礼拜之后 你问我 我其实大概忘了八成 后来我发现 我要对抗遗忘曲线 然后呢 我就开始写笔记 那各位第一个 你有听过front page吗 在座的人 应该很少人听到吧 什么叫front page 就是微软 microsoft的产品 它很像word 但是呢 你可以把它做成网页 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们所谓 web1.0 那种静态的网页 还有人在敬礼 那种小人在敬礼 然后点个超连结这样子 当时大概对我来说 能做笔记的这个方式 是这个比较好 那你可能问说 为什么不要坐在word 或e-sale 我个人觉得因为 你当它变成网路的时候 你比较好存取 你在哪里都存取得到 当时是这个想法 所以我就开始写了 那之后呢 因为我对VBSD 已经开始越来越熟悉了 所以后来呢 我发现用front page 太麻烦了 就把建议了一个 叫做oddmuse的wiki 那wiki呢 你做文字管理 其实是方便的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我就 这边的tips 是要给大家 就是说 你要找一个 你喜欢 你方便的工具 来去做你的笔记 大概是这样子 那最后的完成题 就是现在的 就是我现在把所有文章 大概都放在 这个Google的blog上面 然后呢 透过自己转导 网址的方式 转导过去就好了 这样子 你也不用付什么钱 之前还有被那种什么 俄罗斯的攻击 单一页面 page 一天浏览30万次 我想说怎么来的 反正你没垮 跟我也没关系 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 那我上面呢 到目前为止 累积了这么多年的文章 大概有 大概1500篇左右 文字大概应该超过 至少三四百万 大概是这样 那还有 这边想要一个tips给大家 就是你写笔记 我其实从一开始 对我来讲 写这个笔记 我都是给自己看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一个感觉 我一开始写笔记 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觉得我把这些东西 整理好了 我以后看应该会懂 可是呢 我相信我 应该是说 就我的个人经验来讲 你在写笔记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把你 当下学习到 你觉得是 很基本的东西 你会略过不写 因为你觉得那太繁杂了 但是呢 你回过头来看 你会发现 你看不懂 所以呢 我后来就发现 那个假设我做了一个东西 一个服务 我把它建起来了 然后呢 一个月之后 突然又需要 但是我后来看 我在想说 我这是写什么东西 我怎么看不懂 我自己写了 我都看不懂 之后呢 你就会开始慢慢去 尝试 你写的东西 怎么让自己看懂 OK 那我开始 让自己看得懂之后 那可以达到什么效果 就是 如果你要做的东西 是Routine的事情 那你动作会越来越快 你一开始做 可能要两三天 最后一天 再最后可能半天 再最后剩两个小时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是 跟别人比 你的优势在哪里 简单来说是这样 那同时呢 开始写笔记 带给我蛮多东西的 譬如说第一个 打字会变快 对吧 第一个打字会变快 第二个呢 就是你 当你的文章越来越多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同好 会开始找到你 这就是我们说 找到族人 你要适合你的族人 在一起 然后呢 再来呢 另外一个就是 对你的职业 也是有帮助的 什么帮助呢 我相信 大家如果你在职业 待超过十年以上 你就会知道 你待超过十年之后 你找工作 难道还要透过 104跟111吗 我可以跟大家说 如果你还是这样的方法的话 那你谈的薪资 通常不会高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为什么不会高呢 相信我 好的职缺 不会在104或111上面 那你说 那你后面怎么找 透过同好介绍 那这个就会后面提到的 人家为什么要介绍你 你可以想象 你一个朋友跟你说 你公司这边有没有缺人 帮我看一下 我们知道 好朋友跟好同事 是两回事 不然怎么会有上班不认识 下班 上班好同事 下班不认识这种事情 你愿不愿意用你的credit 去帮你的这个 朋友或同事去做推荐 你愿意吗 那这样就可以知道 可不可以 那我只能跟大家分享 我后面的这几段职业 都是我的朋友推荐的 这个时候呢 你的薪水就会好谈 什么叫好谈呢 就是至少你会有 30 40%的成长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这是写部落格 而且对写部落格来说 对我来讲还有其他的好处 比如说 我为什么写网管人杂志呢 就是呢 当我写了笔记 写了9年10年之后 有一天我翻开 网管人杂志的时候 我想说 他写了这个 好像不怎么样 那因此呢 我就毛遂自荐 写没有到那个出版社去说 我也想要写 然后当然编辑就说 那你写来看看啊 然后我们当然就写了几篇 之后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超过11年了 每个月写一篇 网管人杂志没有断过 到目前为止 我也不知道可以写多久 反正我就继续写 而且写的时候 就是我其实给自己的一些 因为你写你总要有议题嘛 那议题怎么来 你就是去看各家的技术白皮书 或者是红皮书 你就可以学习到一些讨论 然后你就可以去写 那这个就是带给你自己养分的一个东西 那写专栏写多了 你就想要写书 对吧 那虽然台湾的书室是很不OK的 我也劝大家不要写 因为我自己呢 写了五本书 翻译了14本 或19本 20本已经不可能 此生无忘 因为太太跟我说 你再写 就 没事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CP值太低 我简单的来说 我去外面做一次顾问服务 都不只这个钱 我只能跟大家讲 你写书的那个CP值 比你去Seven打工还不如 这样你就知道意思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我是英法的人 我写的书 前端会买吗 后端会买吗 西口会买吗 开发人员会买吗 不会 只有英法的人会买 对不对 还要扣掉会买书的人 因为我们写的不是通用的 这种大家都可以看的 所以他的受众是很小的 大概是这样子 好给大家参考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 就要讲免责声明 全部都是个人经验 请小心服用 好那第三第四份工作 一个做了四个月 一个做一年八个月 为什么这个时候 又要回到所谓的学历 有没有用这件事情 刚刚有跟大家提到 我只是一个普通 二专毕业生而已 学历到底有没有用 我觉得看你的心态 跟看你的环境 学历有没有用呢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之前有一个朋友 也不是之前 好几年前 他介绍我一份工作 那聊完之后呢 HR跟我说 那个王先生你好 你的经历 我们是觉得很OK 但学历好像不太OK 我说怎么了吗 他就说因为我们连 那个作业员 都是大学毕业 我说那没有关系 大家不要浪费时间 这个没有问题的 大概是这样 所以学历有没有用呢 而且在刚好被拒绝之后呢 我朋友找我说 要不要去念个硕士 那当时我有思考 后来我思考了之后呢 我给我自己的答案是 我宁愿用那两三年的时间 去把我的技术再磨好一点 因为对我来说 找工作这件事情 学历它或许起薪可以比较高 但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把时间放在技术上 对我来说帮助更大 我当时的选择是这样 这是仅供参考而已 不是说念书不好 刚刚已经跟大家提到了 就有被拒绝 因为学历 大概是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 为什么第三份工作 只待了四个月呢 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之前有一样 有朋友介绍 结果呢 状况有点像今年 就是呢 想说领完年终就再去 但是领完年终再去之后呢 这缺不见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本来的公司已经提离职了 然后那边缺又不见了 所以就随便将就找 那就是薪资就没有成长 因为你会慌嘛 我们都有房贷 什么东西要付 对不对 那最后呢 我就再找 在这个待了四个月期间呢 我自己发现 应该是说 大家会有自己的感觉 有些公司的环境 你觉得你自己的 磁场跟里面的人合不合 这个没有对错的问题 是合不合的问题 你自己觉得 那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职业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大概就30年到40年左右 你 我自己觉得 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掉 所以我觉得不适合呢 我就会离开 但是我的离开不是说 好我今天负气离开 我在重找 不是我一定是 边坐 然后在边去找 那一样回到刚才的 如果你被一家出去找 你被一家打枪 两家打枪 可能他们不试货 但是你被十家打枪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的水准还不到市场 可以接受的程度 所以永远都要回到这边 后面我们会提 就是以中为时 就是你要 先从你的终点 想要去的地方 你来思考你现在的抉择 到底是要往哪边走 大概是这样子 好 第五份工作 我做了三年十个月 那我想给大家讲的 就是这一句 所谓的花落盛开蝴蝶自来 那这份薪资呢 就是成长了22% 然后呢 从这份工作开始 我再也没有用过 104或11找工作了 后面都是靠同号来介绍 但是我的经历是这样 同号介绍过去 他相信你的实力 你要去干嘛 通常你就是当救火队的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吧 卫生纸带着 准备干嘛 去擦什么东西 对不对 对 大概是这样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就是有流传一句话 技术就是比谁的伤疤多 你处理的越多东西 没办法别人没办法处理的 你的价值才会出现 所以你薪水才有办法变高 大概是这样子 那在这边 这份工作同时也开始 把以前的东西开始结合 以前有学过 这些Lauter Switch Firewall VBSD 接着呢 我开始 当时的Verturation的技术 开始盛行了 当时的VMware的虚拟化技术 还有微软的HyperV 的这些虚拟化技术 刚好搭上了 那这后面也会讲 就是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你要在植牙上面 给人家一个印象 什么意思 就是呢 你的朋友想到你的时候 会想到你有什么技能 是很强的 可以压倒别人的 这样子 那所以呢 当他的工作上 或其他 他老板突然问他说 有一个缺 你有没有认识的好朋友 可以介绍的 这个时候 他才有可能想到你 但想到你之外呢 一样 看你平常做人怎么样 我说的做人 不是说 大家就吃吃喝喝 不是 就是 你在做的一些事情上面 其实大家都互相观察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 有些是好朋友 有些是好同事 那是两回事 当然可以兼具两者是最好 但是很少 我只能说很少 好 那在这个时间呢 我就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 当时提到 就写了一些网管人 然后呢 后来出版社就来洽谈 然后就写了一本书 第一本书是卖最好 后面都卖得非常差 我可以跟大家说 后面都很糟糕 对对对 我尝试过一些事情 后来都觉得不行 我也太晚进入这个市场 因为很多前辈在多年以前 写书其实是可以养家活口 在N年以前 对 但我那个时代已经过了 有时候是timing的问题 后面我也会提到 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timing也很重要 timing对一切都好谈 什么叫好谈 薪资好谈 年假好谈 福利好谈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时间也快不够 我赶快 第六份工作 一年十一个月 一样 这个又是一个同号介绍的 薪资成长36% 然后呢 在那一年 2002年的时候 去选那个 所谓的VNVVS 那当时当选了 然后呢 我是台湾的第一位 这样子 他当时他的全球 大概就50位 我是台湾的第一位 我那时候想要塑造什么 我想要塑造成 你只要知道虚拟话 你就知道是我 所以如果你有碰虚拟话 的朋友 理论上 应该有听过 我的小名 大概是这样 就是你只要知道虚拟话 应该会知道是我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在同一年 我也获选 微软的MVP 那我觉得 获选这两个东西呢 除了他们给你一些 简单的福利之后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 就是你扩大 你的舒适圈 跟同温层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微软 我们知道 它有很多产品 比如它有C code 它有开发的 它有前端 有后端的东西 那我是它里面的 Verturation领域的MVP 所以呢 我认识了这些MVP之后呢 假设我有C code的问题 比如说你要叫我C code 我可以见OS 可是你叫我Tuning 我不会 比如说query 本来5分钟变3秒钟 这种事情我不会 那遇到怎么办呢 你这时候可以问 MVP的朋友 相信我 它会给你一条 至少正确的路 因为我们如果对这个东西 没有Sense 你通常路是走错的 那一样 他们有Verturation的事情 他们其实也会来找我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做一些讨论 我后面有几份工作 是因为MVP介绍的 薪资成长也是很高的 那一样 他愿不愿意用他的Credit 去推荐你 这个也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说认识就认识 认识跟他 或不会用他的Credit 去帮你推荐 那是两回事 我相信大家心里 都一样有一把尺 那这两个奖项都是 你每一年要做Renew的 什么意思 就是他希望你帮他推荐 他的东西 他也给了你一些Benefit 他总是希望你可以帮他推广 一些他的技术 所以我的网管人杂志 我的每个月写都是分开的 就是这个月 如果你看到是VMware文章 下个月就是微软的 再下一个月又VMware 再下一个月微软的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 好 那第七份第八份 15天快要到了 然后第七份是一年四个月 就是一样 当时也是朋友介绍 然后呢 一样老化 对不对 好好努力 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那我还降心过去 因为他当时给我的消息 是说呢 他给我的承诺是说 年终的时候 老板会帮你补回来 你不用担心 而且这份工作 又因为我是专科学历 我心自然被砍了五千块 他一样告诉我说 没有问题 年终老板会补回来 你不用担心 会怎么会走呢 因为年终没有补回来 你说怎么没有 因为当时去的是一个制造厂 制造厂你有待过朋友就知道 你今年去到年终为止 你是连不到的 年终在后年 OK吗 所以我等我同期进去的 那一年年终发了之后 他隔天花掉 然后就提离职了 我还多撑了几个月 但是你说叫我再撑一年 我不相信 我觉得这样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先告诉我 你告诉我说 不好意思 进来 我们年终会补回你 但是后年的事情 如果你告诉我这样的话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没有跟我讲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后来也离开了 那 再来就是 待这个15天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听过 烟黄瓜效应 所谓的烟黄瓜效应 就是 以前年轻气盛的时候 在公司里面会觉得 这样不对 这样不对 应该要怎么样 我奉劝大家 我是很悲观的 你想要靠个人之力 去改变公司的文化跟氛围 我只能跟你说办不到 那烟黄瓜效应告诉我们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黄瓜 甚至你是红萝卜 其他的水果 你只要放到这个烟黄瓜罐里面 你就会变成烟的东西 吃的一模一样 你曾经是年轻气盛 充满了各种吃的黄瓜 咬下去非常清脆好吃 放进去之后 不好意思 你就是变烟黄瓜了 相信我 你一定会被环境改变 你不可能改变环境 这是我个人以来非常悲观的事情 而且我也看过很多是这样子 曾经有的朋友就说 家庭的事情 生活上的事情 好吧 我们拖延一下好了 就会变成烟黄瓜效应 所以没有对错 这是你选择的问题 一切都是这样 那一样我薪资成长了 虽然26% 可是我进去之后 我面试的时候 其实就觉得不OK了 但是我想说 好吧 试试看 因为薪资成长26 其实还蛮迷人的 我就进去了 那这个 套一句玩笑话 就是 找工作有点像 交友的感觉 你们彼此的FU 不对之后 即便他 你看他身上穿着CK 你就跟他交往之后 结论是什么 FU加CK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FUCK 这结论就是变成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 快刀斩润 我就走了 15天是包含 我好像第12天提离职 加上办一下离职手续 偷偷15天 我就离开了 这样子 但是呢 一样 实际队什么都好谈 这个时候来了 我朋友那边突然有一个 需要我这样技能的人 去帮他救火 公司需要我去救火 这个时候就好谈了 所以我的薪资成长52% 大概是这样 在那一个timing 那个timing如果过了两个月之后 可能就不见了 我是事后才知道的 但是我进去的时候 刚好那是一个很好的timing 那也学习到了一些 所谓的谈薪资的技巧 譬如说以前从来都不会觉得 什么东西都应该 依公司规定嘛 我告诉大家 不是的 你要看你的老板够不够力 简单来讲 你的老板如果够力 就算他给不起你要的薪资 你可以叫他年假 多给你10天啊 这要看他有多想要你去 OK 他如果想要你去 他会帮你办到 他如果还好 他会说 HR说公司规定不行 你要知道你老板 可能不太够力 这是实在话 好 再来就是刚才提到的 那一个薪资 为什么可以成长52% 因为好朋友 顺便帮你背书 他用他的credit去推荐你 这时候对他的用人主管来说 他不用去期待 或者是害怕说 这个人我不OK 拿薪水这么高 如果不OK来 但是透过他的credit 去帮你背书 直接就OK了 没有像什么很多工作好几轮的面试 没有一轮面试30分钟谈完结束 就这样子 薪资成长 年假也变多 没有什么一年七天这种事情 我当时跟他拿了20天 这样子 好 我个人觉得你的职业30到40年 通常你可能在20-30年的时候 你的薪资是颠缝 之后你一定往下跌了 你会说我经验比较多应该越来越高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现实的情况 就是通常你后面 你的薪资大到一个急剧之后 你那个天花板如果上不去 就像股票 攻不上去就要跌了 上不去就要下来了 所以我会希望我在自己的职业的时候 可以尽量把自己的薪资拉高 因为大家不要幻想说 你今天薪资是3万 我下一份变6万 其实不太可能的 在就业市场里面 一般来说跳槽大概顶多 就是30%的range就差不多了 你不太可能是可以直接跳double的 那种人很少 至少我没遇到 大概是这样子 那一样薪资队一切好谈 因为当时老板他需要我这样技能的人 去处理 好 好主管难寻 我在这个工作为什么待那么久 是因为我现在的主管 我个人觉得他懂我 就是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待到目前为止 快要满五年了 大概破我人生中的记录 大概是这样 我同学朋友就说 那个 那个 你难得这份留这么久 因为他看到我通常就一到两年 或顶多三年就会走 我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我知道加快 那我到这个公司五年 我的薪资 有逐年在调整 其实你有待过 就业市场的朋友就知道 台湾的公司一般是不会调薪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换工作 换工作才是调薪 一般来说对我来讲是这样 或者是本来的工作调薪也都很低 幅度很少 搞不好加个五千就要你做很多事情 不划算 所以又回到前面讲的 如果你觉得你更花 你更值更多钱 你就去外面找 证明你是对的 大概是这样子 好 最后我想跟大家提点几个 大概再三分钟就可以了 角色定位 这个生龙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时代又稍微不太一样 就是别人想到什么的时候 会想到你 大概是这样 比如说他想到音法 想到virtuation 就想到我 这样子 我对我朋友的印象是这样子 展现你的专业 像我刚才讲的 你是去救火的 所以你当你的专业要展现出来 你说那如果不小心滑铁路怎么办 当做是一个伤疤的记忆 你待市场越久 你就会知道 圈圈是很小的 朋友的朋友就探听得到 你的名声要顾一下 千万不要负气离开 扫酷级跑路 三酷级跑路 千万不要这样做 然后我个人的建议 我曾经也是一样 会在意别人的看法 那这个其实就是 我想要建议大家 就是你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因为你做什么事情 别人永远都可以自知点点 就像父子其律一样 譬如说我在17年前 买房子的时候 大家跟我说 你买贵了笨蛋 现在来看 还好那时候有买 不然买不起 但是当时周围的人都跟你说 你买贵了 你很笨 买那么贵干嘛 买了 当时就因为租房子 跳来跳去 然后就干脆买了 头洗下去这样子 所以这边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 最后一句话 懂你的人无需解释 不懂你的人 你解释也没有用 所以没有什么好解释 但是你要想清楚 你自己要做什么 大概是这样 然后时间管理这个制约 我大概简单分享一下 从猫罐头到八宝粥 有什么关系 有两个猫的朋友应该知道 猫你在开那个罐罐的时候打开 它就会来了 那什么下场 我不能吃八宝粥 为什么 我在客厅开八宝粥 那猫就 然后就开始叫了 因为它看不到罐头 它等不到罐头 后来对我来讲 我的制约是什么 就是我第一次人生出国 去欧洲的时候 去那个奥地利 跟捷克 然后就听到莫扎特音乐 所以对我来讲 我的制约是什么 我希望找到可以自己 很快进入心流状态 所以当时我发现 一杯咖啡 加上一个莫扎特音乐 好像很假掰 就是让自己可以进入工作状态 久了久了之后 当你有时候进入不了工作状态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这样制约的方式 让你的大脑知道说 你要工作 你现在要工作 这是一些简单的分享 然后善用零碎时间 就是刚才提到的 不好意思 我要加快了 艾森豪举证 大家应该都知道 但是怎么判断 艾森豪举证 大家都知道 重要不重要 紧急不紧急 我们都知道要先处理 所谓的重要而不紧急的事情 但是重点是 你怎么判断这个事情 叫做重要而不紧急 所以对我来说 你要累积自己的实力 这个叫重要不紧急 你应该要去洗牙 不然呢 等到你牙痛的时候再去看 这个就会变成紧急又重要 对吧 平常它是重要不紧急 类似像是这样 直牙就是你应该 要累积自己的技能 让别人知道 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那还有就是 避免沉没成本的谬误 尤其在我们的 这个这一行里面 大家都知道 东西出来有够快 想当初我在网工班的时候 当时学习的是 Windows Server 2000 最近才Windows Server 30周年庆而已 好吗 那什么叫做 沉没成本的谬误 然后这个是以中为始 就刚刚提到的 你要做抉择的时候 你要用以中为始的概念去看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目标在哪里 譬如说你在高铁月台上 你明明想要去宜蘭 假装了 但是你却搭了往高雄的车 你怎么样你都不会到 好吗 因为你走错 你想说没有可以绕一圈 实际上人生不是这样 好吗 好 那沉没成本谬误 就譬如说 现在这么多技术 你有时候会觉得 我花这么多时间去学习 这个技术 但是用不到 会不会很可惜 我只能跟大家的建议是说 你有时候学习的东西 像一个点 一个一个一个不同的点 有时候它会在某个时机 它突然会连 点跟点之间会连起来 所以你的时间其实是有价的 然后最后 应该要你的个人的余裕 不管是金钱的余裕 或时间的余裕 年轻的时候 会是用时间去换钱 那你的职业越来越长之后 你应该用钱去换你的时间 因为时间才是最稀缺的成本 尤其我们现在都知道 之前跟国中的朋友 大家在谈 不是谈工作职业 都在谈健康 我们说下一次 在谈的时候 搞不好就说 要选老人院要住哪一间 这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 对不起 再一下子就好 如果还有明天 就是以前我也是存在的 所谓叫直线人生 就是什么意思 我要努力工作 我要买车子 买房子 娶老婆 生小孩 最后退休 我再去环游世界 但是有明天 你要想这件事情 你每次都想明天 那现在呢 所以我开始看开 我到处去玩 那这个就变成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休更期 休更期的重要 你要让你的思绪清空 然后就像土地一样 你不能一直耕种 它养分会没有 所以我每年至少会安排去 一次远的地方十几天 而且呢 这也是我找工作的前提 我不uncode的 我休假不会收 mail 如果你觉得可以 我们再往后谈 这个是我给每一次面试的时候 后面的条件 不要接受这个 然后你才说 哎呀 我都不能请假 请那么多天 我真的是请了足足两个礼拜 再上六日之后 就可以有这么多天 而且我不收任何 mail 大概是这样 我都直接先讲明的 大概是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人生无常 即时行的 就是呢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你可能出门之后就不见了 这是有可能的 我不是要消费 就是像最近大家应该有听到 被冷气机砸中的那个女孩 她只是去携开车而已 我每次看到这样都会觉得说 我应该还有哪些事情要做 赶快去做一做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明天会遇到什么事情 所以想去玩就去玩 想吃什么就去吃 就会像我这样子 太棒了 那想看什么事物就去看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感谢讲者的分享 那如果 因为学生的关系 那如果有想要跟 就是讲者进行一个QA的话 可以到前方来找讲者 对